給你四個人的名字 因為有一個人沒有拿過 綠三杯的雀雷打獎 你猜是誰 我啊 不是 還沒有 還沒有 我還沒有問 我要給你四個人 喔好 從前那時候有職位啊 然後 紹慶國嶺了 高二的時候有國嶺 紹慶我們就一起打亞青啊 對啊 他原本是要投手後來改打者 因為他手不舒服 可是他打擊的時候還不錯 力量蠻大的 楊戴君 然後林梓偉 張靖德跟小豬 梓偉啊 還有忠賢啊 還有很多 國嶺對不對 蘇智傑 那時候蘇智傑 還有彭子楊 然後李忠賢打擊也很強 那時候平鎮的打擊都很強 李忠賢啊 一定是李忠賢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 我高一手三雷 他一手三雷 我看他數據 跟我差不多差不多 是嗎 陳虎一定有拿過 我猜職位好了 職位沒有拿過 應該是我吧 邵慶 會是職位吧 職位 我就是有邏輯 因為只有他 最有希望拿 可是 因為現在 以現在來說 邵慶現在是投手 他忠賢 拳越打的機率比較低 阿五那時候高中很強 對啊 所以我選職位 邵慶應該有拿過 那你怎麼覺得忠賢有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就覺得 越不可能的 越有可能 越有可能的 越不可能 所以我就猜職位 林職位 我阿 我沒有拿過阿 玉珊貝全都講 沒有拿過阿 他沒有阿 玉珊貝捏 這打擊很強 但是還是屬於中場型的 這是技巧很好那種 對阿 我印象中他打擊很好 可是 他高中的時候 他對聖龍宏 打拳越打好像都界外 所以我的答案是 對還是錯 對 YES 我高中好像也沒有打過 我高中第一次拳越打 就是世界盃那一次 U-SPA 第一次拳越打 對荷蘭三分泡 我印象滿深刻的 國內好像沒有打過 國中拿很多 旅方說拿很多 莫方說打不過 所以忠賢有拿過 你忠賢全都打我 忠賢你拿過全都打獎喔 你拿過全都打獎 你拿過全都打獎 一三杯 我記得我有拿過全都打獎 但是我不知道哪個比賽 而且我還是往下是 場內全都打 沒有 那時候 其實就是沒有想說 那時候就是頒獎的時候 就是拿到全都打獎的時候 其實就是 有嚇到 就是我記得我沒有打出去過 然後但是 我只記得我有跑 跑全都打 但是我覺得機率太小 拿這個獎就機率很小 2011年嘛 我記得那時候 三年級 我那時候打第五棒 然後 第三棒是王波龍 第四棒是 那時候的楊宏勝 一棒 沒有印象中 那個是誰 邵慶的打全都打 比賽中沒有看過他全都打 但是只知道他的power 很強 他打擊 我知道他打擊 他會棒很快 然後爆發力很好 然後 就是那時候在美國的時候 有時候我也會問他打擊怎麼打 他跟我講說用抽的 他說直接用抽的 我說喔 那一年 打了一隻拳力打 然後 八分打點 拿了拳力打王 印象蠻深刻 在桃園球場 然後對上台東 聯隊 那時候我們 六局就拿到十分了 然後我們又 又被對方得了一分 所以 就差一分 就可以提前 再見比賽 我要上去打之前 然後蔡同跟我講說 你去三顆打一顆 你想盡辦法把球打出去 就差一分這樣 就我們就會口鬥人家這樣 然後上去打的時候 就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剛好就一好一壞的 球 球速 剛好就設定之球 就擊出那支拳力打 然後那支拳力打之後 我又下一局 我又自己上去投 他又把自己比賽關起來 然後就剛好 就拿到球隊勝利這樣 我不知道他打怎樣 可是我知道他以前也投很快而已 那古堡那時候丟最後一個 然後起來就一五多 一五多 因為那時候 遇上杯都出賽都是一局 都是當最後一個嘛 一局而已 所以沒有太大的印象 就是因為三個打者 就是很快就解決 對 打擊練習的時候 就跟我們打擊練習的時候 好像不太一樣 他們都這樣 然後很高的樂 然後我們就這樣 穿越的那種 咻咻咻 打完自己那一組打完 然後會欣賞他一下 欣賞他打擊一下 就覺得很有power的一個選手 那時候來講應該是還可以啦 對啊 我相信就是小豬他們應該 一起打過都知道 就是也可以擔任到 古堡的第五棒 我記得是2A的時候 我們自己對上的投手群 有組了一個球員大賽 他自己那時候 就打了十顆球 打了七支球員打 在正規的球場 對那時候就 在投手群是第一名